在2020年的总统选战中成为丑闻焦点的拜登儿子 杭特拜登最近有丑闻连环报 根据美国NBC电视台 透过分析杭特拜登的笔电显示 杭特拜登的公司在2013到2018短短五年内 海外交易的获利金额高达1100万美金 约合台币300多亿 其中的500万美金来自中国华信能源公司 华信负责人叶简明已经为涉嫌经济犯罪被捕 然而拜登在竞选时曾经是这样力挺儿子的 另外目前陷入贿赂案的乌克兰天然气公司Burisma 则是花大钱聘请杭特拜登的公司当法律顾问 虽然杭特拜登坚持自己没有违法 根据NBC的调查 杭特拜登从2017年10月到2018年2月 每个月花费超过20万美金 约台币600万元 根据杭特拜登的自传 他当时一次深陷毒瘾 另外他还有一笔高达200万美金的税款 委任好莱坞知名律师帮忙支付 也起人疑斗 不过每次选举前 杭特拜登的丑闻就会连环报 到底杭特拜登是否会左右即将到来的美国其中选举 有待后续观察 靖新闻 甘时轩 潘雁廷报道 靖新闻